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身旁的朋友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哦 是 嘉玲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今年是年初五 今天是年初五 对对对 我们播出的时候是 五年的年初五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在这么欢乐的季节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的新单元 对 就是用新春 用新单元来迎接新春 对对对 好 因为我们敲门已经大概做了两年了嘛 是 所以就跟嘉玲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发想 那到底有什么新鲜事有趣的单元 可以再继续聊给大家听 是 后来我就想到一个矛盾的异象 是 就是一个人在街上卖矛跟卖盾嘛 然后就有人跟他说 那你用你的矛试试看你的盾 结果那个人就盾 瞬间就被冰冻了 是 然后有乌鸦从上面飞过 那这样好像是国小的课本对不对 对对 我印象很深刻 那我就觉得那个异象本身就很有喜感 那同时呢我也觉得在我的生活或者是想法 有时候甚至于是心理学的理论里面 也有很多矛盾的对象 没错 对 真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们来玩一下矛盾对决好了 什么叫矛盾对决 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经验 就是 比如说有些人跟你讲 老人家跟你讲 要 少年要认真一点啊 就是要苦尽敢来 这是一种逻辑嘛 要先辛苦 可是又有另外一派水发 就是说你要能够懂得及时享乐啊 你要能够放松啊 才不会枉费青春 或者你这样才不会再挤太久 就是整个断掉啊 就想说这两套逻辑好像都是对的 那到底要听什么 真的好冲突哦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一集 我们就来聊一聊 我们的敲粉们最喜欢听的 关于亲密关系 选伴侣到底要找相似的好 还是相补的好 对 这个矛盾大家 在我们还没有分析之前 你自己觉得呢 对啊 你是喜欢选跟你一样的人 还是跟你不一样的人 对啊 你可以先在脑袋里面想想看哦 或是你过往选的都是哪一种人 对 我觉得这比较辣 就是自己想的跟你 其实真的做出选择的是不一样的事情 你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选谁 对 但你后来结婚 或者是在比较稳定的关系里面 你现在身边的人是谁这样 哦 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真实面对的事 对 好 所以你们现在脑袋里面先想想看 但是耳朵借给我 我来讲两个例子 是关于互补的组合 对 我们常见的可能在情感里 我们来先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那在一边讲的时候 你们可能可以回忆起你过往自己的生命经验 好 我 我这边要讲的一个组合就叫做直爽跟谨慎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一对我的朋友啦 那我先名词定义一下 直爽就是直肠子 他有什么话就直接讲 他不会有保留的 那比较谨慎的人呢 他就会像是弯管 就是有时候万一那个结婚戒指掉进水槽里面 有没有 那个弯管拆下来 结婚戒指还可以捞出来 你现在就是弯管 你现在的讲法就很弯 就是在绕是不是 对 好 总之呢 谨慎的人他会比较会容易放慢速度 他讲求低风险 是 好 那我这个直爽的朋友呢 他跟谨慎结婚之后 他们出去经常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到聚会上来 然后就朋友就说 我今天穿了新衣服啊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那那个直爽的朋友 他就会很直接说 你这言识不对 款式太老 是 他就是有话直说啦 对 然后这时候他的谨慎的伴侣就会 跟他说 你先吃这个饼啦 诶 赶快坐下来啊 辛苦了啊 先喝杯茶 就是 他会把那个话题转开来 就不要让他 应该是说 他会比较 就是不那么直接的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他不是谨慎啦 他比较像是 他会比较多的保留 保留 就是相对于他的伴侣 一个直肠子嘛 另外一个就是 他相对比较多的压抑 或者是比较多的 周延 所谓的 好 会考量比较多 好没关系 就是这是你的理解啦 但因为他们是我认识的人嘛 就是 我再讲一个更直接的啦 就是 直肠子他比较像是 直接在炸开保险丝 但是景慎的人 他是一直在装帮忙装回保险丝 对对 他是刹车皮 对对对对 一个是油门 一个是刹车皮 对对对 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就讲一个小段的那个 小插曲 就是我知道景慎他当年在跟直肠子结婚之前 他其实 他的前任情人是比较安静的 哦 跟他是一样比较不说话 就不直接说出 我会觉得从外人的角度看起来 他们是比较 好像是比较适合的 是 可是从结果论来讲 就是他 最后选择了直肠子 直肠子 对 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组合 就是他后来分手了 然后选了比较直的这一个 对 他就跟直肠子结婚这样子 嗯 好 那 我还有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一个叫做 吉金峰跟曼郎中的组合 是 然后呢 吉金峰跟曼郎中 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啦 就是从字面上 他们就是一个快 一个慢的人 嗯 然后 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让我记得呢 是因为 吉金峰跟曼郎中结婚三连之后呢 有一天 吉金峰就跟曼郎中说 我跟你结婚了三年 但 我有一整年都在等你 蛮浪漫的 听起来很浪漫 对不对 听起来很像情话 对我也觉得 就是听起来有点浪漫 可是 我都一直在等你 对 可是其实后来曼郎中就 没送 他就跟吉金峰离婚了 是谁提出来 是曼郎中 是曼郎中 就是可能曼 他常会被催促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是听来的故事 他不是我生命里面的人 我掉入细节了 对对对 然后 但是后来好像 那个故事的结尾有说 吉金峰后来很快就再婚 可是曼郎中 因为他就吉金峰 我不知道 但我确实 想法是跟你一样的 他就没有要等 对 他就想说 好不要就乱了 然后就离了 然后就再结 这样子 很符合他的pattern 好 就是总之呢 总之就是一个再结 然后一个就不想对婚姻没有兴趣了 所以就是讲了这两对互补的例子 就想要问杨老师啊 为什么人很容易被不一样的人吸引呢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两个例子都蛮好的 一个快一个慢 然后一个比较冲一点 一个比较就是 有保留 对 有所保留一点 这其实蛮常见的 我不晓得听众你现在听到这边有想到什么是 couple里面的那种矛盾对决 对但是 我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不一样的人吸引 或是被跟你完全相反的人 你爱上这样的人 其实很常见 非常非常容易 遇到这样的状况 然后他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吸引力 致命的吸引力 对啊对啊 这个致命吸引力到底怎么来的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人的期待 我们之所以会希望在外面得到这样的一个需要或满足 是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些需求 是我们给不了自己的 或是你还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 所以我透过给一个 去跟 去喜欢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 来满足我内在的那个需要 我现在给不出自己的 或是我不想要自己有的 我叫别人来给我 比方说 我们刚上完 写作课吗 幸福工作坊 幸福工作坊 其实也没有刚啦 这一段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好 就是我每一年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开始就是正式上课之前 就是大家都因为幸福工作坊来 就是希望找一个伴 我就会问他们说 那你期待你的伴侣给你什么 或是是什么让你想要经营一段感情 一段感情你会最在乎的是什么 我问了这种 这几个问句其实都在问同样一件事 那很有趣 每年当然每个人会给的理由不一样 有些人说 我希望可以有安全感 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专情的 我希望我另外一半是温柔的 对 然后啊我就会特别留意那些 讲出跟他从外在看起来就是那个 比如说他要温柔的人你看到什么 对我就会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很 刚正不阿 或是一个比较所谓比较man一点的 我这边不一定讲性别 只是说他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直接的 OK 反正就是不是温柔那种性的 就是很有趣 就让你看到他们需要的互补 就是我比如说我看一个人 他是比较那种斯文的或是比较能够慢一点的 我讲话比较温柔的人 他会喜欢活泼的人 对 然后他通常就不会说他要一个温柔的人 因为他自己就有 所以我每次 当然有时候是比较坏心一点 然后就是我会问说那个要专情的人 我就会特别问他说 是什么让你觉得专情这么重要 那通常我得到的答案就是 因为我觉得全心全意的在关系里 我很在乎这件事 然后我可能再继续问那为什么全心全意 是这么这么要求 这么重要 再往下问 你通常会得到什么答案 他会通常说 哦因为我前任劈腿啊 或者是 我觉得 在关系里受伤了 他曾经受过伤 所以他就会很希望说 那他的下一个人 不要再让他受伤 这逻辑也好像听起来很对 很对啊 逻辑是这样 我前面跌过的胶 我不要再跌了 没错啊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通常这个人 如果他愿意的话啦 他如果愿意往下走的话 他就会发现 如果他自己不能给自己安全感 他换十个伴侣 都没有用 他都会觉得 对方有些东西会让他觉得 很没有信心 或是让他觉得 有可能他会离开他 这不就是我们小说 未婚世代里面写的吗 如果你都不懂得爱自己 你跟谁在一起都是流浪吗 是啊是啊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讲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 所以你做这个选择 你是错的 不是 而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这种逻辑在选伴侣 而且他是在潜意识的过程里 他就 就完成了这个机制 就是 你不是在 如果可以 用意识层面的话 我们就会说 我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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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通常都不会嘛 我们的生命经验就是 你不要的那个人 就会跑来你生命里 好烦哦 这就是爱情的故事 所以就会是 我们常常透过 外界 来满足我们内在的那个需要 然后比如说 我最害怕被劈腿 所以我就会说 那我要找一个专情的人进来 然后我就会觉得 这样我整个人就会变圆满了 是啊 或是我想要的 就 就会 就会得到了 被 对就是被包容了 对 然后我可以用很少的力气 就处理完这件事了 因为我找一个人来 比较简单 可是 问题来了 好 为什么 你的那两个朋友 那两对朋友 一个吉金峰 一个曼郎中 没有 吉金峰跟曼郎中 是听来的故事 我朋友是景胜跟直肠子 久了一开始就很吸引人嘛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久了还是出问题 嗯 嗯 就是 就是他们自己欠缺的部分 对 就把压力通通放在对方身上啊 对啊 因为比如说你选了一个温柔的人 一开始你会觉得还不错 温度很不错 就是被体贴 然后被呵护 然后很多细节会帮你照顾到 这是一开始 那时间久了你就会觉得他很烦 很黏 为什么你不会自己找事情做 嗯 就是他们失去了调配 彼此之间温度的能力吧 对 因为都太偏重了 或者是刚才讲那个 我最常听到要找专情的 然后通常找到专情的人 通常就会跟一种特质蛮靠近的 就是 跟无聊 就是这个 就怎么样的人很专情 就是 他就很单一嘛 他不会去太胖 太胖 对 然后久了之后 对很专情 但是咧 就很无聊 然后就会开始嫌弃 你很无聊 所以真实是 如果你要专情 你同时也要愿意吃得下 无聊 如果 对 这是 这是最 最普遍一般看见的状况 不是 这是最真实的 嗯 就是如果 好 你真的没有想要自己长 那你就是要能够接受 无聊到底 嗯 或是有点黏人到底 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是一种真理耶 就是 一个温柔的人 说不定他有 脾气很暴躁的一面 嗯 就是很多 我很相信的一个 一个理论就是 很多事情都是 凡事是一体两面的 是 所以刚刚杨老师在提醒大家 就是 呃 互补的人会很容易互相吸引 嗯 有一些他们天然的 想要去找到依靠的地方 对 没错 然而真实是 你要知道很多事情 他有好的一面 他就会有 他需要付出代价 对 或者要承担的部分 没错没错 这是找互补的 couple 好 好 那互补我们先聊到这边 是 是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 另外一面就是 矛盾的另外一面 就叫做 相似的couple嘛 嗯 好 那相似的couple呢 就是 呃 我们前阵子有几集 有聊到 四楼的天堂 嗯 他就让我想到 里面比较年轻的那一队 小绿跟宇宙嘛 嗯 小绿因为 爸妈很早过世 他就阿嬷养大的小孩 是 然后宇宙是因为被妈妈抛弃 那爸爸对他不好 所以他就一个人就讨家了 反正两个人的家庭都是 童年的时候都是破碎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两个 确实也因为 一些活动认识之后 很快就相爱了 然后就同居嘛 嗯 可是 在过程里面我们也很 看到他们 就是爱得很拉扯 因为他们 其实就是 彼此的破碎 都让他们带着伤 是 所以那个伤在亲密关系里面 又很容易会想要去丢出去给对方 想要让对方来疗愈自己 是 他们的拉扯就这样子开始了嘛 好 对你讲这个 但我补充一个我最近刚好看到的电影 好 电影 这去年上的吧 是 电影怪胎 对对对 怪胎 台湾的电影 台片台片 然后男女主角就是林伯宏跟谢欣颖嘛 是 那谢欣颖最近演了《华登初上》里面的那个 百合 好像是百合 是百合吧 好那在但是回到那个怪胎 他们两个的人设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强迫症 超可爱 就是OCD 就是会一直清洁 那他们的OCD项目就是清洁 过度清洁 所以他们 电影蛮快的 让他们好像进开场十分钟之后 他们就就相识 然后没有多久 他们就决定在一起 要不要 对要不要在一起 很快就在一起 因为重点不是他们在一起 而是他们在一起之后的事嘛 对 然后他们也是 他们其实一开始相遇的时候是很开心很开心的 对 因为他总觉得我找到同路人 对没有 就是世界上有跟我一样的人 对 原来你也觉得清洁很好 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相似 相似顺息 对 我们有相似的地方 你可以懂我 我也可以懂你 所以我爱你 是 没错 好 那 所以要问杨老师 就是同样生命经验的人呢 他们互相吸引的原因 就只有这样吗 还是还有其他 就跟刚刚互补不一样 互补那个就是你来圆满我嘛 对不对 你有我没有的 但是相似的 如果你常常被相似的人吸引 就是你常常会有一种是 哇 我什么都不用说 然后你就会懂我 就是有一种 我怎么想 我要做什么 你都知道 因为他们的生命跟生活很相似 对 他会有一种神奇的共鸣感 对对对 就会有一种 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跟我一模一样 对啊 我完全都被理解跟被接纳 原来你吃蛋也不吃蛋黄的啊 蛋黄骰一边去 对 我吃都没吃蛋黄 我戳到你了 对啊 所以找到一样的时候 其实那是一种 很高度的归属感 是 我们在对方身上找到一种归属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 哇 我是一个全然被接纳 我是被包容的 我是全然的 可以做自己的 那种感觉也会让人觉得很好 很好到我想要 一直跟这种感觉在一起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 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OK 比如说像 宇宙跟小绿 他就会有一种 因为他们两个都缺乏爱嘛 对 所以我就 你也没有爱 我也没有爱 我们都没有一个好的家 所以我们就给彼此 一个家的感觉 对 那谢欣颖跟林某宏就很明白嘛 就两个都洁癖的人嘛 所以我洁癖你也洁癖 那我们俩在一起 那个对洁癖的要求都一样的高 所以我们就都不是怪胎了 OK 我们就是一样的 我就是一个正常人 就是我们在某种时刻里 都会对自己的存在有些怀疑 我们需要透过别人 跟我们一样来感觉到 我是正常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 跟我们一样的存在 才能够去更正视自己的存在 是被接纳的 一部分是真的 OK 对 那像这样子 相似的伴侣 他们会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一定会有挑战啦 好哦 就是这两个 这两对感情 如果看电影跟看戏 就没有好结果嘛 好 相似的 couple啊 是 嗯 我直接举例好了 比如说 如果他们两个都是很享受 生活的 有些就很热闹 你应该有遇过那种 人来疯的朋友 对对对 他两个都是的时候 好的时候当然很好 因为两个人都 很喜欢热闹嘛 就会一直找乐子 两个人都会去找 有的时候couple是这样 我找了 另外一个就不用找嘛 然后另外一个 就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嘛 刚开始很好 但久了就会觉得 为什么都是我 但是那种 两个都很爱热闹 就是两个都会去创造新鲜感 就一个礼拜 家里每天都可以开party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都一直有事情做 很忙 而且很愉快 就一直那个刺激感 会一直被 源源不绝被激活 对对对 好 可是 可是两个人要在一起 不会只有快乐啊 现实里头会有很多 事情要跑出来 比如说 假设他们要进一个家好了 他们假设要走上 就不是只是谈恋爱 要进一个家好了 那 经营一个家 一定会有 比较务实的 理智的 那这些事情谁做 比如财务谁算 钱谁管 对 随费电费保险费 对对对 如果两个都是浪漫的人 那这些谁要管 我也不会 你也不会 以前会是 如果是互补的话 就是比较会的 那个人做 去做 对 可是现在就会变成是 我做不好 你也做不好 那谁要做 那就都不要做 那如果都不要做的话 你一定很快就会发现 走不下去嘛 因为那些就会是 没人做的事情 就会变成问题 对 好那比如说 有了小孩也是 对 小孩是比较需要 稳定的教养 特别是六岁之前 对 那如果两个都是一个 很爱玩的爸妈 我们常看到这种故事嘛 就爸妈生了小孩 然后两个还继续玩 有些人就 有自己的议题嘛 那谁要当照顾者 两个人都 都只想喝水 没有人要挑水喝 那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时候 小孩就被送去 阿嬷家 所以这就会变成 这就是议题 就关系它会走不下 因为关系不会不变 它其实 会一直在改变 不管你们两个 刚开始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进到关系之后 你们都还是会 一直改变 是是是 我觉得相似的感情 最大的挑战就是 两个人会以为 我们可以这样 一直下去 可是进去之后 现实进来了 有些东西要变化 但因为两个人 太需要两个一样了 所以反而就出现问题 比如说我讲 怪胎那个电影 OK 这两个人都是 就是高度洁癖的人嘛 对 所以他们开始以为 两个人都可以 这样子下去 两个人都很爱清洁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电影就是让他 一觉醒来他就好了嘛 他的林波红的OCD 就好了嘛 有啦 导演有给异象 有鸽子啊 可是他就是 一瞬间的意思 他就是要 他这个隐喻就是 就是有些事情 他改了 并不是有什么 具体的东西 他有可能 就是在一个 一念之间 一个moment 他就过了 OK 他就变成 另外一个样子了 好 这个时候林波红 你的OCD好了 对 可是谢心寅 谢心寅怎么办 对 他就孤单了 所以他刚才 谢心寅一直 一直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带去 找医生说 你可不可以 再让他得到OCD OCD再回来 很讽刺 对 可是你也可以 把他想成是 如果两个都是 浪漫的人 突然有一天 其中变务时了 那那个变务时的人 看在另外一个眼里 就会觉得你变了 对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 很浪漫疯狂 我们以前都可以 一起干嘛 而且那个人 说不定还会 攻击对方说 你变无聊了 对 你的热情跑去哪里 对 你变成一个 无聊的大人 对 我们就会想尽办法 想要把他拉回来 跟我们一样 对 然后就会痛苦 因为人不可能不变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怪他那部电影 我们推荐大家去看 因为他就是在讲 进到关系里 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 我身上的啪 跟你身上的啪 一开始可能是一样 但后来不一样了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啪 对 然后有些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想尽办法 跟对方一模一样 那有的时候尊重了 对方的新的改变 可是可能关系 会越走越远 这本来就是一个 千古的考古题 它不好 它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对 不可能 关系就要去面对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 两个相似的人 会遇到的挑战 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如果他们的爱是那种 很窒息式的 就是你要跟我一样 如果你跟我不一样 那就是你不爱我 你就背叛了 那这就不是爱 OK 好 那我觉得刚刚听杨老师说 那个相似的人 我听起来我会觉得 好像他们一开始 互相吸引的原因 会变成他们 之后关系的一种限制 两个都是啊 互补也是啊 他们两个当初吸引 一个温柔 一个坚强 那他们最后会变成 彼此看不顺眼的点 那两个相似 两个都很温柔 两个都很浪漫 两个都很洁癖 他们也会变成 最后走不下去的原因 好 那听到这里 其实我觉得 刚刚在过程里面 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 很强烈的感受 就是我会觉得 为什么关系经营 它这么有挑战 是因为 因为它是两个个体 一起在创造 建立一段关系 然后个体会有 个体自己的成长 是 然后个体想要 长成自己的样子 你现在讲得好 精神分析 个体有自己的样子 好啦 你不要笑我啦 我没有笑你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啊 好 就是我尽可能的去说 我现在心里面的感受 你就勇敢的说 好 OK 然后 然后有趣的就是 关系它又有它的阶段 是 比如说二几岁 两个爱玩的人 就可以尽情的玩 是 三十几岁会不会 一个想要孩子 一个不想要 是 那四十几岁一个 想要冲事业 但另外一个 他觉得 好像应该要 回归到更多的 我们的关系里面的修复 嗯 就是他会有阶段 跟个人的不同 是 是 所以关系才会 你怎样选都会有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换个说法 你怎样选都会让关系 非常好玩 对 很棒 我喜欢你这个语言 他就会超级好玩 然后是 一辈子可以玩的一个 我没有用游戏的态度 但是我 我觉得可以用游戏的精神 是 来看关系 真的啊 真的 你不管怎么选 相似也好 互不要 你都会有 你要面对关系的议题 嗯 我们用议题好了 对 他真的不是你 选了某一项之后 然后问题就 通通都消失 然后后面都不会有事 你越带着这种想法 你会越痛苦 好 那我们今天的矛盾对决 聊到这边啊 刚刚听过了相似跟互补的例子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杨老师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你还是得知道自己要什么 需要什么 然后记得 经营感情不是等着另一个人来拯救你 你一旦有这样的想法念头 你终究是会失望的 就是我刚才讲过的 没有安全感的人 如果你觉得找一个可靠老师的人 你以为这样就没事 除非你真的可以接受他 一辈子真的就这样 你的需求自己处理 你的可能需要浪漫一点的东西 你要自己给自己 否则你就是会变成 你喜欢他的原因 会变嫌弃的原因 OK 对 所以那同样的相似也是嘛 一开始你们吸引的理由 可能会变成最后 捆帮你们 束缚你们 让人窒息的原因 窒息的原因 所以关键并不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到生命里 而是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在关系里有些一样 有些不一样 无论你刚开始觉得你是跟他很像还是不一样 一定都还是有某些东西相似 某些东西不一样 有些时候可能你们的做事风格很不一样 比如我跟你的做事风格不一样 我跟凯宇的做事风格也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一样 没错 所以我们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那同样的我们两个都很爱看戏 我们有相似的地方 对不对 但我们看戏的方法还是不太一样 重点跟看法跟观点 对 所以任何事情都会有相似 也都会有互补 那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能不能沟通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是可以把自己说清楚的人 然后在关系有差异有冲突的时候 能够去努力的听懂对方 同时也更把自己说清楚 那不停的不停的在告诉彼此自己的想法 然后理解对方的想法 然后理解磨合 然后再次找到平衡 而且说清楚的重点是绝对也不需要委屈自己 所以它本身经营感情本身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修炼嘛 对不对 一辈子的很好玩的游戏 对 就是你不可能跳过这件事 如果你今天因为不想受伤 想说那就跳过这件事 也可以 可是我会说 你生命会少了一块 有点可惜 蛮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问我选择伴侣到底要怎么想 我觉得选什么都好 可是你们能不能是交流彼此的想法 如果你选了一个很能沟通的人 可是你自己没办法把自己说清楚 那你也会有另外一种痛苦 OK 好 那如果说到我的话 我会觉得 今天这一集呢 他教会我最大的事情 就是不要对关系 或者是另一半抱着完美的幻想吧 不要对任何人都不能抱着完美的幻想 不管你喜欢哪一个老师 或者是哪一个主管 或是你朋友 或是真的 人都会有缺点 一旦你觉得 你以为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但他只要偏离那个你的想象多一点点 你就会觉得他变了 你就会觉得他不好了 你就要攻击他 那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关系辛苦的开始 对 因为每个人都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样子 好 所以我很鼓励各位听众就是 继续听我们节目 然后更踏实的跟身边的人相处 对吧 也更踏实的认识我们 我们也会有不一样 我们也会犯错 我们也会成长 我们也会有改变 那也许你听到的敲门 从你第一集听到现在 又会觉得 有些一样 有些不一样 那他就是本来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对 就是我们其实也在节目里面成长 然后也感谢各位敲粉们的陪伴 对吧 对啊 好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样的新的话题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非常欢迎你留言给我们 那要是你的生命里面 其实也经常有一些矛盾的想法 或者是困扰啊 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说不定我们有一天就为你开一集矛盾对决哦 什么跟什么的对决 对对对 好哦 来 那最后我们新的一年才刚开始啊 如果你也想要在这个全新的虎年 好好掌握自己的人生的话 有两个很重要的资源 你一定要掌握 那个就是时间跟金钱啦 嗯 嗯 所以我们即日起 差不多到2月6号 如果你们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就是隔天了 嗯 呃 你现在参加时间驾训班跟理财心理学 都有八折的优惠 是 那时间驾训班只要一千二 然后理财心理学才两千块 对哦 好好的学会怎么掌握时间跟金钱 让你过在 过上一个更自由的 虎年 哈哈哈哈 你改台词 哈哈哈哈 好啦 就这样 如果我们 你们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就不重要啦 期待下星期在空中跟你再会啦 拜拜